这个不是说风消消息 溢水寒那样的感觉 真的对付疫情严峻的战争的战 那这个时候更应该发挥 以身作者身先世主 唯有在现场在前线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战争 你如果只是用数据去看事情的时候 这会失之偏颇 所以用心去参与 用心去观看的结果 可能会对后来的防疫 产生出更好的一个帮忙 所以我绝对不是说 我只是说希望大家冲 所以我带头冲 这样的一个观念去做这个事情 不是简单讲 慎思熟虑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心去看 整个的一个运作 我不是苦医护之所苦 因为医护 我们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的天使 我们该这样做 我们不以为苦 但是我们要急 急很多事情要急 因为你的物资够不够 你的人力够不够 我们的这个需要很重要的 病人的那些药物够不够 全愿打疫苗的速度够不够 这是很急的事情 这个是要急 但是苦 这个病人之所苦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用心去 更加深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不要让这些人 这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生命中 永远难以磨灭的那份痛 展现你爱心 跟这一份医者之 这种胸怀的时候 我以台中医院为荣 我与台湾的医疗一份值为荣 感谢观看